你为何要怀疑是钟离春 钟离春有一嫁给我 到占卜者家求挂 占卜者说我们之间没有姻缘 他听后大法雷霆 会不会因为此事一怒之下杀了占卜者 不至于吧 你不了解他 他举脾气一上来连大王都敢杀 你呀 不该这样对待钟离春 大将军 钟离春走了 何时走的 昨天晚上 齐先生带人找他 到现在还没回来 大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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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王召你进宫 快去吧 微臣叩见大王 坐吧 而今只是推测尚无证据 推测是何人 钟离春 孙兵手下的女卫士 他为何要杀占卜者 据说是为了婚姻 占卜者说他和孙先生命中注定 不可能结为夫妻 他一怒之下杀了占卜者 这是何人所说 是军师的推测 你诉索把钟离春带进宫来 寡人要亲自审问他 他昨天晚上已经离开了微臣的家 诉索派人捉拿钟离春 遵命 这件事惊动了大王 嗯 朱离春的事你都说了 我不说不行 大王好像都知道了 他怎么知道的 大王命我捉拿钟离春 这是为了战卜者的事 好像是 又好像不全是 找到钟离春了吗 没有 我找遍了整个林兹的客栈 都没有他 我又去了四个城门 西门的士兵说 昨天晚上有个卑贱的人 从墙上爬下去了 根据士兵的描述 我估计是钟离春 我找了匹马 出了城门追了一段 可是没有追上 看来他是杀人潜逃 谁杀人潜逃 钟离春 他杀了谁 昨天夜里杀了占卜老者 你怎么肯定是钟离春杀的 这是军事的推测 大概是因为婚姻问题 迁怒于老者 这不可能 昨天夜深时 我见过占卜者 而且西门的士兵说 钟离春夜深之前 就翻过了城墙 你在哪儿见的占卜老者 街上 当时邹记的一个仆从 正带着他前往邹府 你没看错 没错 占卜者还跟我说了几句话呢 我说的是那个 邹记的仆从 也没错 我在邹府见过他 如此看来 占卜老者的死是邹记的阴谋 如果是邹记的阴谋 这事情就不好办了 明见异多 暗见难防啊 大王 既然田记已经承认 占卜者是被他们手下人所杀 就该立即把田记跟孙殡 抓起来 田记如此坦然承认 寡人 犯觉不好下手啊 大王 他们这是以进代退 大王万万不可被他们的假象所迷惑呀 寡人没有被他们迷惑 寡人是以退代进 以静观洞 待他们抓住钟离春以后 有了口供 寡人再处置他们 这样朝中大夫和百姓们才心服口服啊 如果他们抓不到钟离春 或者他们根本就不抓钟离春呢 这就证明他们做贼心虚 寡人照样可以处置他们 钟离春 钟离春这么一脚 假戏真做 曾乃天意啊 我担心钟离春闻听此事 回来作证 相国更应该趁热打铁 这田记孙殡于死地 我会的 大将军 现在最好的办法 就是交出兵权 遗守待攻 不行不行 我们交出军权 就更难对付邹记了 邹记奈何不了我们 关键是大王 我们交出军权 就可以解除大王的疑心 避免杀身之祸 留得青山在 不怕煤柴烧吗 再说 军队里还有田国仲将军 邹记 一时很难以插手 军事说的有道理 而今最重要的 是解除大王对我们的疑心 大王 微臣近来身体不适 不意在执掌军权 请大王收回兵符 另选将才 田将军 寡人本无意收回军权 既然你身体不适 寡人也不强你所难 暂且收回你的兵权 田记 寡人希望你好好修养身体 待身体康复之后 才为寡人效力 谢大王 大王 微臣是田将军的门客 既然田将军已交出军权 微臣也不宜再做军师 所以请大王 收回军师之印 孙斌 你是个难得的军师 寡人真不愿收回军师之印 可是 钟离春是你带过来的人 他杀了占卜者 若再让你留任 恐怕朝中的大夫们 多有非议 寡人也暂且 免除你军师一职 孙斌 你为寡人 立下了汉马功劳 寡人 不会亏待你 寡人将乐安之地赐予你 那里曾是你祖先的封地 谢大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龙孙先生 来 为了你的无中生有咱们干 也为了向我报出血旨 干 田稷和孙殡也还有此之之名 否则的话 来 干 向我 田稷和孙殡虽然交出了军权 但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要赶紧除掉它 否则恐怕无穷 这个我明白 你有什么好记者 好了 你们退下吧 退下 请讲 相伙 杀掉他们 不行 田稷虽然没有了军队 但手下门客种多 而且门客当中不乏剑术高手 刺客若失败 我们将前功尽弃 即使得手 田稷手下的将军必然怀疑是我所为 他们非要我的性命不可 刺激不行 那就 借刀杀人 借何人之刀啊 借楚国之刀 如何借呢 楚国上次退兵之时 不是答应 与齐国结盟吗 是的 相国 选一个时机上奏大王 让大王派田稷孙并作为使者 前蒙楚国 商讨结盟之事 相国可让手下 收买楚国安插在齐国的奸细 让他们送密信给楚王 就说田稷孙并野心勃勃 自上次打败魏国之后 欲征服天下诸侯 此次前往楚国 名为使者 实则是为了刺探楚国的虚实 楚王必然会杀了他们 计策很好 只是我们一时难以找到 出国奸细 我认识一个 他曾经在魏国待过 好 此事就交给你办 公孙先生 人们都说孙并身机妙算 依我看 你比孙并更胜一筹 来 为了借刀杀人 干 干 沈川 冬院 寸先生想什么呢 诸位于 ate 这几天我也想约纳闷 大王为何偏偏让我们二人处施楚国 大王说我们与楚国大将军有个接触 派我们处施楚国结盟之势容易伤他 一个大江子一个军师 他就不怕楚王把我们留在楚国 怎么不怕 我怕伤你的自尊心 一直没告诉你 受命之时大王曾暗示我 若不回国满门朝斩 大王特别强调 他已经知道你的两位堂兄回到齐宫 我一想把别人看得太善 几番周折后于是我不得不考虑 其中也有无恶意 大王会有什么恶意 若有恶意就不会让我们出国了 不是大王是邹记 邹记怕我们有朝一律东山再起 绝对不会就此罢休的 这次出示楚国定是邹记的阴谋 他的阴谋是什么 可能是收买刺客半路行刺 对 我就是要收买刺客 半路行刺 你不是说要借楚王之刀吗 借楚王的刀是借 借刺客的刀也是借 只要能杀人 不管借谁的刀 那不行 如果田济孙殿半路被杀 朝中的大臣必然怀疑是我 那就让他们死在楚国 可以把责任推给楚国 楚国没有理由杀他们呢 那就推给魏国 就说是旁军干的 如果行刺不成呢 若行刺不成 再借楚王的斗 双管齐下 绝不能让刺客知道是我 相国请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终于到了楚国了 我们可以松口气了 走记鞭长莫及 奈何不了我们了 难说 若我是走记 就在你想不到的地方下手 这叫出气不易 攻气不备 你要是走记 那可麻烦了 这些天你睡得到很香 我每天夜里起来执夜 再这样下去 我可受不了了 那怪谁啊 我不让你执夜 你非知不可 我不是担心随从麻痹大意吗 来 到了楚国 该你执夜了 行啊 可我的腿不行 抓不到刺客 我不负责 跟你出来可真倒霉 我还没关键 我还没关键 啊 好 谁 将军 是我 别打瞌睡啊 知道了 半夜叫我 是 你干什么呢 我是怕他们 攻击不备啊 你呀 是不敢睡吧 不是不敢睡 是睡不着啊 别不好意思了 不敢就是不敢 这是人之常情嘛 再胆大的人 也有胆怯的时候 尤其不知道 敌人什么时候攻击我们 说真的 我也不想睡啊 你不是睡不着 是不敢睡吧 就算是不敢睡吧 不是就算啊 是就是 就算 就是吧 没有就算 只有就是 好 就是 孙先生 你我在疆场之上 是何等威风啊 如今让一个无中生有的刺客 闹得夜不能寝 想起来我就恨邹记 一个堂堂的相国 竟然使用如此的小人手段 真卑鄙 现在骂走记有什么用 当无之急 是想办法 如何睡觉 你就是有千条妙计 我也睡不着 除非没有刺客 俗话说得好 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 我们之所以如此紧张 就是不知道刺客 何时下手 孙子兵法说 兵法对刺客没有用 你听我说吧 兵法说 善守者 敌不知其所攻 我们就让敌人 不知其所攻 如何让刺客 不知其所攻呢 刺客追随的是七国使者 要杀的是你我二人 我们让随从 穿上我们的衣服 沿途散布消息 说我们半途生病 已回了林姿 由他们带行使者之命 刺客找不到我们 也就无从下手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换上百姓的衣服 沿小道骑马直奔出都 这个计策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为什么 这是明天以后的事 今天晚上还是不能睡 我还有一个计策 保证能睡个安稳觉 不过要受点委屈 委屈我不怕 只要能睡个安稳觉 说吧 什么主意 来来来 这 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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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好 那睡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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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放下剑 我可以饶你们不死 休息 孙先生 孙先生 活着呢 你听见没有 外面好像打起来了 好像是钟离春呢 兵已诈礼 别是假的 孙婢 出了吧 忠礼姑娘 真的是你啊 抓住一个 跑了一个 忠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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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师 没事吧 没事 忠礼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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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军他已经死了 道院是条汉子 把他拉出去 好好埋葬他 是 军师啊 刺客一死 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的继续当使者了 我倒是希望再有一个刺客 你可别吓唬我 再有个刺客朱立春还会出现 还在想他 我想问问他 秦华所说是不是真的 还有他何时跟上我们 那天晚上他什么都知道 我们躲在睡他下面他也知道 而我们却不知他在何处 是啊 朱立春要是个男人 天下少有他的对手 他即是女人 天下也少有他的对手 据我所知只有一个人在他之上 谁 庞爵的门客 公孙月 夫人 真对不起 真是不好意思 又回来吧 这个邹相国啊 真是 一高兴起来 就说起来没完 你又不能扫他的面子 只好在那陪着 别生气了啊 我听向国的隋从说 孙禀丢了军权 被大王派往楚国 对 我还听他们说 孙禀的一个护卫杀了人 那个护卫是个女的 国家正在通缉他 是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个女护卫 就是我姐姐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我怕我告诉你了 你替他担心 可是 可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 夫人 别难过了 这样吧 咱们等风头过去以后 我就请求相国上奏大王 请大王赦免你姐姐 然后 等他回来以后 咱们把他接过来 跟咱一块住 好吗 相国能听你的吗 能 相国现在对我非常信任 那大王能听相国的吗 大王治国安邦 都要靠相国处理 公孙 我想求您一件事 好 不管什么事情 我都答应 我还听说 孙禀丢了军权 是因为得罪了相国 你去求求相国 让他不要为难孙禀 好吗 夫人 别的事情我都好答应 可是这件事情 不好办呢 孙禀丢了 孙禀和相国 激仇太深了 可是 你不是说 相国最信任你吗 你去求他 他还能不给你 这个面子吗 话是这么说 可是这件事 公孙 你只要答应我这件事 以后不管什么事 我都答应你 好 我答应你 公孙先生 谁呀 是我呀 那件事 好 你等一等 夫人 我先去一趟 你先坐着 相国 刺客是手了 你不是说 刺客不会失手吗 暗中 有人帮助 田几孙禀 暗中之人是谁 可能 是中离春 中离春 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 中离春的功夫我知道 天底下 没有几个人 是他的对手 田几和孙禀 怎么办 咱们不是 还有楚王吗 他们现在 已经到了楚国 楚王 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但愿如此吧 我们到楚国 已经五天了 楚王到现在 也不接见我们 也许楚王太忙 再忙也应该 召见他国使者 这是最起码的礼数 也许 楚王不愿与齐国结盟 他就是不愿结盟 也应该有个理由 哪怕是堂塞的理由 那你说是怎么回事 一时我也猜不透 明天我们去问吧 不行 我想 其中定有变故 变故 会有什么变故 谁 这几天 田几与孙禀 他们怎么样啊 据 微臣观察多日 田几和孙禀 不像是来楚国 探听虚实的 可齐国的来信 说的明确无误 你说怎么处置啊 大王 他们是不是来探听虚实的 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如何将他们留下 留下 对 天几 曾为齐国的大将军 熟知齐国的军情 大王若能重用天几 齐国 不足俱也 孙禀 乃当今天下 难得的帅才 据说 又精通 孙子兵法 若能将其留在 楚国 让他辅佐 大王 天下 将归 大王所有 对 想方设法 留下他们 不过 要是他们 不肯留下呢 杀掉 大王 得不到的东西 别人也就想得到 杀掉他们 齐国会怪罪寡人的 好 大王 齐国如果失去了 田几和孙禀 就是怪罪大王 又能如何呀 你说的倒也是 使皇大夫 你这就去拜访 田几和孙禀 遵命 使皇大夫 请 好 请坐 请 二位使者 来到楚国多日 寡君因国事繁忙 未能及时召见 实在抱歉 没关系 我们可以再等几日 为表示歉意 寡君特地准备了 一些礼物 让我送给二位使者 世皇大夫 这么贵重的礼物 我们实在是不敢收亡 天将军 孙先生 二位是楚国的贵客 寡君慢待了你们 本来就已经 非常不好意思了 若不收下礼物 寡君会认为你们 不肯原谅他 好 我们收下 天将军 孙先生 寡君 让我给你们 看一样东西 好 这是谣言 石皇大夫 这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这是想让你们知道 这信上所说 与你们朝中的要人 有关 石皇大夫 寡君给你们的亲笔信 你们已经看到了吧 请你们相信我们 我们真是为结盟而来 并非是来探听 楚国虚实的 你们这些兵家 讲的是虚虚实实 真真假假 我怎么知道 你们哪个是真 哪个是假呀 我可以对天发誓 我可以相信你们 但无法让寡君相信你 我是从来不说假话的 对敌人不说假话 怎么能战胜敌人呢 我们说的是朋友 那你们如何能让寡君相信 你们是朋友呢 你说呢 留在楚国 辅佐寡君 不可能 那么寡君就无法相信 你们是他的朋友了 你是在要挟我们 这不是要挟 我是为了你们好 你们想一想 齐国朝中 既然有人说你们 是派遣到楚国来的奸细 不管是真是假 都想陷你们于死地 即使你们回去 对你们也没什么好结果 不如留在楚国 寡君定会重用你们 世皇大夫 我们是齐国的使者 没有完成商谈结盟的使命 是不能够留在楚国的 那好吧 我转告寡君 叫他答应结盟之事就是了 盖结盟之事商定之后 我们还要回国 禀告寡君 孙先生 不用你们亲自回去 叫你们的随从回国 不就行了吗 不行 我们是齐国的使者 必须亲自回国 天将军 先不要急着说不行嘛 要不 你们再考虑考虑 好 那我先告辞了 真没想到 楚王会是这样 你说 我们该怎么办 先确定结盟之事 把楚王给大王的亲笔信拿到手 派快马送回去 再说下一步吧 结盟之事已经确定 寡人写给齐王的信 他们也拿到了 他们为什么还不答复寡人 他们说让他们再仔细想想 有什么可想的 如果他们再不答复寡人 寡人就杀了他们 大王 大王 不可操之过急啊 得孙病者 可得天下 大王还是再等两天吧 两天后 他们还不答应寡人呢 那到时再杀 也不管啊 好吧 寡人就再给他们两天的时间 回去送信的人该到齐国地街了吧 快马加鞭差不多了 天将军 孙先生 两天过去了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了 世皇大夫 什么怎么样了 留在楚国的事啊 我们不会答应的 这就是你们的答复 是的 你呢 天将军一句说过了 你们不打算改变主意了 大丈夫一言九鼎 那好 寡君有令 如不肯留在楚国 就杀了你们 借刀杀人 是三十六记中的第三记 其意是 借别人的手除掉对手 邹记和公孙岳 用此记 借楚王之手 献孙病和田记于此地 欲知后事如何 请看下集 趁火打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牛铁带戴上 记在我的怀里 他在山楊前飘摇 在风雨中西里 把牛切握在手中 让俺们寡 Commun 被疑了 以为我寡慕而逃 立贝'tぬ控 心思 心思想在一起 就慕了不能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这陆创师分加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看她眼镜与点栏目 看她妈妈妈 Jesus öyle呢 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听我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听我的话